另外一个议题就是根据澳门日报 涉嫌专法律的漏洞违规向社团出租新大楼 那么公务局就认为澳日只是无常借给友好团体 从事公益活动并没有违反任何的批地条款 澳门日报在2009年获政府以免公开镜头的方式 批出超过2000平方米的土地 新建23层高的新大楼 目前报馆只用了10层 多位议员都质疑澳日以服务费的名义 将12楼借给苏延中心做会址 试钻法律控制 涉嫌违反了批地合同 是自由不可以其他批扣非奥日会用的 那如果是用呢 是不是需要保护日格金 好 起了出来23层 有成十几层的空置 我们是养老书养格质的 哇 如果做大了 做大了之后呢 他想想怎样去处理回 就善用资源了 然后就收取回服务费 那条胡桃杖 哪个计出来的 公务局分析之后认为 澳门日报将新大楼的11 12楼 无偿借给多个友好团体 从事文化 教育和公益活动 符合批地用途 就算是像苏延中心那样 每月收取3万元的服务费 也只是属于管理费 并没有违反无偿自用的批地原则 申请那个目的 有没有偏离 如果偏离的呢 那我们当然了 我们一定是不会用它 我们都会跟着用它 那么看回那两层 已经是部分 让载出去 是没有收费给用 它那个用途 同一个精神批地 精神被你一目录 讲得很清楚 是对应的 我们就对回这里了 贾利安又强调 如果证实澳日有违规出租 一定会查处 而澳门基金会就承认 苏延中心上报的服务费 从7万5千元 缩水变成3万 是因为单据没有写清楚 才会引起误会 政党官员们忙于解释 但事件的另一名主角 身兼素颜中心 和志愿工作者总会高层的 工联议员李从政 却含有的没有现身立法会 澳门卫视彭艾茨 王冠中霍家豪